烦劳回禀 就说我回府换完衣服 马上穿戴整齐 就去紧身殿进去 那可不成啊 皇上有旨啊 立马召见 容不得您回家换衣服 皇上啊 正等着您呢 那我也不能穿这事啊 这事行头 皇上知道 已将一件龙袍啊 要赐予刘大人 皇后娘娘 着宫女啊 一会儿就送过来 臣见过皇上 朕的这件长服 你穿着还挺合适的 臣下见月 皇上的衣服 臣实在是穿不得 我说穿的就穿的 起来吧 臣谢皇上恩赏 其实啊 谁是什么样的人 朕心里边清楚 官马一案 既然由你而起 就由你而终吧 朕打算收你钦差 去替换胡卫庸 是 你那个亲戚 打算怎么处置啊 按律当死 可是 那就按律执行吧 皇上 朕知道 要说起来 他这是个从犯 罪不当死 是 但是朕 要借他的脑袋用一用 以敬效忧 臣 知道你舍不得 但是你要好好想想 这天下的人可都看着呢 不光是看着朕 也是看着你 这个御史忠诚 刘大人 你还有话要说吗 臣 无话可说 对了 你那个小司 启禀皇上 劫狱一事 确实是为臣主事 他一个跟班 不敢不从 现在皇上设臣而罪 他 这让臣心里 实在是于心不安哪 要说起来 他也是个义仆啊 单枪匹马竟敢去劫狱 也是个担大包天的角色 这个小子 是一直把皇上挂在嘴边 说皇上人好义气 这小子救过朕的命 还替主子劫大狱 够义气 他的罪朕赦免了 臣谢主隆恩 叫礼宾来 是 宾儿见过义父大人 你回去换上便服 连夜出发 马不停蹄 将这信交到胡大人手上 不能再等了 再等就出大事了 那这样 给老爷备个轿子吧 你可以在轿子上打个盹啊 这骑马都不一定赶得上 赶紧 对了 如果说刘芳回来 接了傅长柱的家居 先留在府里好生照顾 是 老爷 您请放心 快快快 老爷 接回来了 路上发水桥断了 耽误了一天 就别停了 上马跟我一块走 好 贤大状案 皇上震怒 一概派刘伯温启差彻查 独日道歉 魏方事态扩大 烦击压涉案人等 当在刘伯温到达之前 一律处死 傅长柱 有药 不可使其再见刘伯温 切切 你我受死 先生却还在京城 咱俩就在此别过先生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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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大跟夫言报 傅长柱 志愿来世再为兄弟 兄弟 改你了 先生 刘伟先走一步了 到了那边 还当您能跟班 不是 这话说得不对 该说什么呀 想说什么说什么 没人会怪你 先生 您平时没少教我念识 可现在脑子梦里一句讲不起来 都是小的不争气 辜负了您 如果还有下辈子 小的一定还跟着您 好好读书 不说了 再说就该哭了 算什么好汉 哭吧 哭吧 伟大英雄 真本色 是吗 那我就哭了啊 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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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哭不出来 我就心里也难受 小兄弟 你如果不死 将来定有一分作为 你 都是我害了你 来 跟我敬你一碗 好酒 上头 好酒 青山不改 绿水潮流 青山不改 绿水潮流 青山不改 绿水潮流 霸什么 朋友 霸什么 给我个面子 谁霸谁呀 他们年纪还小 让我先走 大国 过去也可照一看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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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不改 不怕 绿水潮流 你可怪不得我 你 你是条汉子 你怪不得我给你来个通话 行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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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兄弟走了 来尸再报 来尸再报 上他了 这是 秦差有命 贪官修首 势众行日 等一下 学生 带你呢 这是啥呀 这是行刑 不是儿戏 来吧 起来 我二叔呢 我二叔呢 在那儿呢 在奈何桥上等你呢 还救我抱你呢 等等 我那 我相信我小时候回家 叫我长得尿尿 别让我再喝过两句 好吧 超小时候回家 可他舕的哥哥去远航 可喜的没儿 � 儿老 不惜的 美儿 高下流门 皇上有职 当 先生 先生 兄弟 哥哥来晚了 没能让你们 此次见上一面 兄弟 多谢您救小的 您要是晚来我可就 二叔 您就别等我了 一年此时我给您烧纸 也不是我救了你 皇上开恩 特赦了 皇上还记得我呢 什么味儿 是小的 拉了 做工的说了 这常见不丢人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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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们 你个人不是东西 全抓起来了 好 好啊 有坏就有坏就有坏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你怎么跪下 要不是什么东西 是有坏的 刘大人 刘大人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杀了这群狗官 石马一案 本官现在独判 石马飞马 怎能识人间轻描 道士无道 阴才起义生邪念 判 石马无辜 除去锁链 昭雪其舞 还其守牧之责 道士识道 受大战八十 罚三千里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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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这才这样 罚子 成为两个人 杀了他 千户不仁 欺天一天私欲 不杀不足以拼民分 财产伐末 秋后问斩 消首一块民心 好 好 好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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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不益 直线不易 寐心而占民田 不罚不能彰显国法 杖八十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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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Whitman 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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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同饭负长柱 系本官亲属 在此 本官替他向各位百姓致歉 令 交赃银并罚金 共三千两已入内库 且其罪深已死 不再追罚其他 同犯钱大状 积压京城交有私言办 有大人 执法无私 禀公拜爱 我等百姓 全部看在眼里呀 要是有大人 这是有大人 他讨为公道 警察 被告合谋藏一官马五十二匹 现已人赃俱获 本官呈请皇上 以官马补偿各户田产备战之损失 数量多大 将剑造车 老汉我的乡亲们 谢过刘大人 什么也不用说了 都在这碗酒里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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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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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这顺天府还多远呀 过了卢沟桥 过了卢沟桥啊 就是顺天府的地界了 这前朝大都可真够远的 先生 快点诺诺看 快看快看 前面好像一道劫头的了 柳依啊 你不是老惦记着落草为寇吗 行 这回赶上了 赶上了 来 我领导 不不不 我那是说着玩的 再说了 要真是落草 那也得投奔劫富济贫的好汉呀 哪能干蓝楼抢劫的够当 先生 这荒雕野地的 咱又有些银子还是躲躲吧 你看 干上事你又害怕了 你看见没有 不是怕了 这 好汉吗 好汉你不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要不你自己过去 好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咱躲躲吧 先生 你看你还是害怕了吧你 不是怕了 我主要是我没来过北边 我听说这儿民风彪悍 走吧 那不是节道的 不是节道的 不是 等等我 上个月嘛 有酒有肉的 到现在为止 什么都没有嘛 哎呀 从上个月开始都不管了 上头有人来查 查着了 不光罚我 也罚你知道吗 这个不管吃不管喝 你还要这么多银子 你少要点吧 现在什么不涨价呀 我们可是顶着风险给你带路 还讲价钱呢 进程的路我也知道 用不着你们带 伙计们 从那儿走 等等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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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你还想走上回那条道啊 怎么讲 走让官军给封了 今儿咱那改道走了 疯了 这赶紧地拿了吧 你这 这 这这这这 走走走走 走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说不走 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走官道抄小路 不是偷逃关税 就是贩运私货 跟着跟着跟着 赶紧的跟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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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俩人不是你们一块的吧 不是的 不是的 这年头挣他钱真不容易 走吧 走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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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吧 小心 就这儿啊 就这儿 就这儿 门上的只回一声就说有客来访 你谁啊 不懂规矩 拿我的骗子用败侠说败惠徐大将军 你说败惠就败惠啊 你又是谁啊 就不告诉你 待会儿拿骗子出来吓死你 快着快着 先生 没了 什么没了 名次这一路上用完了 我还在这儿等着被你们吓死呢 烦老这位啊 借笔墨一用啊 这位 您就别麻烦了 认字吧 看看招牌 大将军府 能来这儿的 哪个不是八台大叫前呼后拥呢 最不济您也得骑匹马 驢 我 骑驢的不能来这儿 那你说说 你是来这儿投书送信呢 还是探亲访友 你 行行行行 算是探亲访友 哦 那二位 顺着墙根走 去后门 这儿可不是你们出入的地方 哦 你都不问问我们找谁 厨子奶娘 啊 杂役花家 东兵西西 恐慕帐发 这府里人多了去了 我还真认不全 哎呀呀 猴门深似海 狗眼看人低 放肆 我做诗呢 你这人不大 口气倒不小啊 敢在这儿骂人撒野 谁骂你了呀 有剑银子金子的 头回厅中还有剑骂的呢 这 我说他呢 哎呦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 怎么越看越像条狗呢 嘿 你这拐着弯还不是骂我的吗 等等等等 不必动气 他就是个小丝 不必动气 哼 你们从山沟里刚出来吧 没到过大地界 这儿是哪儿啊 原来的原大都 今儿的顺天府 我呸 太湖洞庭大不大 可住的全是鱼虾王八 庙里供着的爷爷奶奶大不大 可那身子都是泥对的 行了 来人 来人 何事学华 快去 拿出这小子 在大将军府门前寻衅滋事 还有这边 一并拿下 送地方治罪 是 请问 这位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前来紧见 你是个门子 就该通报一声 哪能这么飞扬跋扈 无端刁难哪 刁难你怎么了 你是谁呀 你来了 本大爷就得进去给你通报 懂不懂规矩啊 知不知道什么叫门历银子 一文钱没见着 还管我借笔墨职业 亏你说的出口啊 这是山沟里出来的 没见过世面 我们那还真有山 我就说嘛 雄山恶水出刁民 还愣着干什么 拿下呀 谁敢 这可是遇事终成刘伯温刘大人 我还遇荒大帝呢我 我 您真是刘伯温刘大人 睁大眼睛看看 如假包换 还真是刘大人 那年潮湖一战 在下也曾见过大人 只是这岁月沧桑 大人确实变了不少啊 在下真是失敬 失敬失敬啊 就就就太了 刘大人 还不快给刘大人赔罪 原来是刘大人 失敬失敬啊 原来真是玉皇大帝 失敬失敬 小哥哥还真会开玩笑 刘大人 您稍等 在下这就进去通报 先生请便 小的方才多有得罪 还望刘大人开恩啊 刘大人 小的上游八十岁的老母亲 下游没断胆的孩子 一家的生机 全冰着小人 这份真实的刘大人啊 起来吧你 我家先生 还能和你这小人一般见识 谢谢刘大人 谢谢小哥哥 不过我还真得说你两句 你怎么能这副德性呢 狗眼看人低 是是是 小的狗眼看人低 还什么大地形 你去过紫禁城上过丰田店吗你 小的哪能跟兄台您比啊 您才是真正见过大师面的 小爷我也没去过 不过我家先生倒是常来常往 那是那是 刘大人 久违了 刘伯温 拜见大将军 不必行此大礼 取尊来访啊就是贵客 你我就敬兵主之礼吧 恭敬不如从命 见过大将军 见过刘大人 请 请 我呢 我呢 我 您有喜欢的招待呀 请 等会儿啊 先给您端盆热水先烫烫脚 再给您温上一壶好酒 咱这顺天府的烧飞蛾吃够没有 行了行了别废话 你再啰嗦小爷我可又要做师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小哥哥你的师做得也这么好 简直就是出口成长 小爷我的师又岂是你能议论的 哎呦 往前驴了 还不快牵去 马上去 马上去 等一下 我来了 我来了我来了 走 给我走啊 请坐 刘大人请用茶 多谢 刘大人知我为人 咱就省去那些虚文福礼吧 哎呦 这么多年没见 徐将军还是那么爽快呀 啊 那我就直接了当了 好好好 皇上这次派您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对我徐达手握重兵 独居着前朝大都 有点不放心哪 嗯 嗯 这茶不错呀 别有一番风味 大人别大岔 有话直说 皇上的脾性 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没有大事 他派大人来干什么 徐将军啊 这次奉皇上之命前来 就是想重新规划一下顺天城 没有别的意思 啊 原来是这样 这前朝的土城啊 久经风雨 早已成了残垣断壁 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 其实 我也早就想重建了 那将军为何不向皇上禀报呢 这个 怕皇上多心 说你兼成兵力独霸一方 名不虚传 一下就看透了我的心思 徐大一介武夫 还请先生指点迷经啊 将军明言 今年刚封了燕王 这顺天城 是不是为燕王所建 要不然皇上 怎么会动了这个念头 呃 徐将军啊 这次奉皇上之命前来 皇上的意思啊 大概啊 就是要在顺天城 冻些土木 改一改前朝留下的格局 明白了 明白了 多谢先生点播 好 这里没什么变化啊 先生 您当年来这赶考的时候 有多大年纪啊 和你现在差不多 可能 征考试那会儿啊 还没你现在大呢 啊 啊 不会吧 您这么年轻就搞中计时了 哎呦 人比人得死啊 也不知道那家鲍云轩的书寺 还在不在 爹爹 那爷爷提的是什么呀 哦 那是毛铃 他怎么不起买呀 哎 他去世没钱买吧 哈哈 哎呦 客官 客官 您来了 哎 您是客书呢 还是买书呢 哦 我呀 随便看看啊 哎 当年啊 我进京赶考的时候 这个书寺的掌柜啊 也就跟你这么大 是个爱读书的本分人 我们谈得很投机 哎 您这边请 好好好 哎 客官 您看这本 这本 嗯 这是本最新翻课的 诵版十三经 考功名的 人手一步 卖得可翘呢 哦 嘿 您老翻翻 我都这把年纪了 还进京赶考啊 哎呀 李家儿啊 那您再看看这部 前朝观汉卿的遗稿 这都是未曾面世的文字 哦 可是我们掌柜 花大价钱才逃过来的 嗯 嗯 官汉卿 您知道吧 嗯 乙斋 争不烂 煮不熟 锤不扁 炒不爆 想当当一刻 和铜豌豆 嘿 真亏做买卖 我听过他那说痘鹅约 哦 您看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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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哎 哎 这这这这还有一步 好 这是原力部主事 洪大人自刻的诗集 不过这都是一些 关于的闲淫 饭后的风雅 想必也不入您大人的 法眼 有眼无珠的东西 行家面前都什么伎俩 啊 嗯 这位可是 在下刘伯温 哎呦 原来是尊驾 我说听着这么耳熟呢 正同一别 不觉已经三十年了 除去多了些虚染 依然是风采一旧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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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安好 老陋 老陋 掌柜的安好 好好好 哎 他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个 只要输一上手 便能过目不忘 倒背如流的神人哪 哎 哎 他就是您总说的 前朝进京赶考的那个年轻人 就是看一遍旗帜谋略 就能当场背诵的那个人 然儿啊 对对对 就是他 他 他 他就是刘伯温 真没规矩 刘大人面前怎么能没大没小呢 还不磕头赔罪 刘大人说对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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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个孩子 起来吧 起来吧 人家都说刘大人是个活神仙 可我这么一看 怎么一点也不像啊 我还真得给这位兄弟说句公道话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 就这样 二郎神还长三只眼呢 是吧 咱是一枝两朵花 各家说各家 不是 去去去 赶紧下去 是 让刘大人见笑了 大人请 请 刘大人光临小店 不知想找些什么 我后面还藏有几部 不错的真本善本 大人要不要看看 这次就不看了 这次来啊 主要是名字用完了 想在您这客印一些 内容和款式我都写好了 来 留意 好 这个交给小人 请大人一定放心 小人一定找最好的客奖 保证大人的书法 原汁原味 这纸嘛 咱就用最好的梅花撒金简 紫红的套风 宝兰的宽边 不必了 还是素雅先好素雅先好 这个大人放心 银子一总算在小人身上 这怎么可以啊 小人想求大人赏福莫保 也撞撞小店的门面 这个 掌柜的 书印好了吗 各位各位 请再担待几天 家印的集子还没有到 本来说好的初四就能印好 推到了今天 今天还没印好 你能不能有点准啊 新印的一百册 被各大内卷 给包了 小店实在是开罪不起啊 我们你就得罪得起吗 诸位都是衣食父母 恭敬还来不及呢 怎么能得罪呢 等书一到店 我立马送去 要是再耽搁的话 我就到别家定去 走 齐公子您说笑了 慢走 掌柜的 什么好书啊 这么多人抢着要买 怎么 您没听说吗 听说什么 几年前啊 咱大都这地方 瞧我这嘴 现在应该叫 顺天府不是 咱顺天府这地地儿 降生了一颗文曲星 十四岁就刻印了诗词集 了不得那些少男少女们啊 发疯似的追捧 一时洛阳只贵 这不 每隔一两年 最多两三年 他就再弄些诗词出来 有时啊 能印到板坏了 那想必一定是曹冲 骆宾王之类的青年裁军啊 他叫金兰心 听说祖上是七丹的叶律师 后来改成这个汉姓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见识见识他的文才 这好吧 过两天我就把他的吉字 和大神的名次一定送到府上 先生 您到底在看什么呢 你说呢 不就是星星吗 至于看这么长时间吗 你看见的那是星星 我看见的这叫星秀 星秀 那您慢慢看吧 我们一会儿去了 大人早来了 久后将军不到 就先上来了 我再哈的门等 你从齐化门入 这不两刹了 有劳将军 什么有劳啊 我是来掌掌见识 先生请坐 咱们边喝边聊 好 多谢 多谢 先生请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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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生 你我先干了这杯 请 黄金榜上 偶尸龙头望 爹 爹 找我何事 不长进的玩意 整天就知道吃滑酒闹事 你看 这是打坏背盘桌椅的清单 老包子 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有爹在 我怕个球啊 我在县衙 不过是个小小的书办 那 那那个支县 不也是听你的吗 是吧 喂 我的小祖宗 我说你能不能 长点心呢 连谁大谁小都分不出来了 那支县会听我的 他那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听钱的 管他听谁的 给面子不就行了吗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费尽心思挣的这几个银子 经不住你这么糟蹋 爹 我可没花你的钱啊 没花我的钱 你吃铁鹅银子 我这不刚刻了不急怎么 这一步就能卖到一两 加起来那也是几百两的景象 行了 行了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 能以麦文为生啊 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了 我又是死了 你可怎么办呢你 爹 你车哪儿去了 你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啊 我跟一帮哥们儿还喝着酒呢 我去了啊 你等等 你听我说啊 我听府学里传出个荒信来 说是最近可能要开博学红瓷科 你抓紧时间准备准备啊 爹 你在说什么呢 海儿 雷哥修才都没考过 我怎么就考这个博学红瓷科 这什么玩意儿啊 烦死人 我的儿 博学红瓷科 不同于考秀才 名头很重要 这 儿子 儿子 你看 这是爹刚刚改写的 宋代刘勇的一首词 很适合你的现状 拿去多找这些人传送啊 爹 你是觉得儿子现在的名头 还不够响吗 这一点爹爹你多虑了啊 哎呀 光在坊间流传不闲 还得想办法呀 多拜会一些文坛上的 齐老民宿那才成呢 爹 我只听说过 天坛 地坛 设计坛 这 怎么又冒出一个文坛来 在哪儿 在哪儿你带我去见识见识啊 你给准担了你 我先走了 你 你 你 我 我 我让你跑 气死我了你 大将军 这要不是你叫我 我还真不能在这儿瞎看 您说我又不是斯天坚 这斯官天相这也犯计这个 让您多担待了 先生 您是不是看出了点什么 大将军啊 怎么说呢 皇上的担心呢 还是不无道理 您别说 这前朝大都还是藏着几分帝王之气的 不过 那也应该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先生接着说 这个呀 这从天相上说啊 这叫 子微暗 而天已无光 天强 天背 以献为毛 这是 什么意思 还要请先世名言哪 有些事啊 它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那就说是好是坏吧 祸兮福所以 福兮祸所福 您这么说 我还是不明白啊 大将军 您是聪明人哪 人哪 没必要把所有的事 都弄那么明白 您说的 先生 你我相识多年 您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 大将军 我给您念一句星诀吧 天以太语 星以席 王位更丽 数字秋 让我进去吧 咱们去吧 不可能这会演个巡发 让我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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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进去打一杯水吧 让我进去打一杯水吧 快点 让我进去吧 快点 让我进去吧 快点 让我进去吧 你不认为何呀 徐大将军啊 我呀 二十三岁来此会试 一转眼三十余年过去了 乌是人非呀 谁呀 人生如梦 将军 大将军 大将军 启禀大将军 有军情 不是军情 不是军情你慌是吧 是水情 水情 刚刚入春 臭雨还没下过 哪儿来的水情 不是雨水 是井水 有人投毒 不是投毒 是全城的井水 突然都变味了 苦得没法喝呀 竟有这事 百姓都闯进瓮城了 说瓮城的水是甜的 结果也是苦的 现在士兵们也没水喝了 大将军请 大将军请着 嗯 对 苦得麻舌头 你 怎么会这样 这倒真是怪了 徐将军啊 这也没什么可怪的 依我看呢 可能是这地底下的水纹条件 发生了变化 填水流走 苦水它自然就填进来了 水纹 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问你 去年入秋 这儿是不是阴雨连绵 是啊 入冬以后有大雪寒天 对啊 可这跟井水是苦是甜 有什么关系 这就对了 地面的积雪雨水未及渗透 它就被冻住了 这几日艳阳高照 大量溶水渗入地下 这就像江河春训一样 它把甜水给冲走了 就这么回事 你冲到哪儿去了呢 以地势看啊 徐将军 这几日您派人寻访 不出几日 西边会有甘泉涌出 我想把这甜水啊 引回来 还要请先生多帮忙啊 这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现在城中百姓传言很多 说是有人破坏了前朝大都的风水 得罪了龙王爷 结果这龙王爷就带着龙王奶奶出城奔西去了 您说我这个大将军 可担不起这个恶命啊 大将军 你这是要我把龙王爷给你追回来 我刘某可没那么大神通 不管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城里的百姓 先生一定要想想办法 徐将军 开河饮水 入殿存机 这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呢 先生放心 财务的事情我会知会地方 至于人力嘛 来人呢 末将参见大将军 这是我行营里的偏将高亮 拜见刘大人 参见刘大人 见过见过 徐将军 您的意思是 从今天起 他就归您调遣 开河饮水 除了有地方上的名夫 我再给大人 拨拍一些兵士 由你调用 徐将军 合着你这差事 我还非接不可了 这是奸差 主要工作还是修成啊 能者多劳嘛 多劳 你如果也怪我 而这个人 是 和这件事 媳妇 帮他们 又提个人 但是 你能不能 deixar 您能不想 五百年来无文章 五百年来无文章 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呀 这五百年来 没有他看得上眼的文章 这大话说的 不怕把舌头闪了 年轻人嘛 年轻气盛 说两句大话难免 那不行 我得回两句面面他 当今我家先生在 谁敢动笔写文章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你这个 秀才的徒弟慧颜末 诗人的娘子家具多 先生 小的这几句诗还行吧 行了 别耍贫嘴了 去吧 对了 那个伙计还说 他们掌柜的 为了感谢您给他提字 要请您吃酒席 到时候再亲自过来送帖子 知道了 就才的徒弟慧颜末 诗人的娘子家具多 当今我家先生在 谁敢动笔写文章 这不就是一首诗吗 里面有人吗 来个硬门的 谁呀 大呼小叫的 一点都不闻名 这位兄弟 我找刘大人 来 将何人竟敢放安山战 开个玩笑 发什么单呀 进来吧 先生等你呢 我刚才做了首诗 我跟你说说 鸡鸡 傅鸡鸡 木兰当虎枝 好诗啊 这也叫诗 俗 这不就是一句大白话吗 不是 木兰词 他是一首古风叙事 他 古风就可以不讲究了 诗就得讲究 诗者 颜智也 心苗也 莫非金凶这是暗合于老都 你是说杜甫 他也不怎么样 就知道用点 掉进固执堆里 而且蚊子也不怎么漂亮 原来兄台迷肚啊 金凶不读古今诗论 老杜那可是一不诗史啊 不读 不读 在下开风气之心 读那些糟粕干什么 来 喝酒 来来来来 也就金凶感这么出 当代第一才子嘛 对对对 来 来裡又来以在下看来呀 金凶的诗文可算是 毒部当代灌绝古今了 是啊 说得好 我就是诗史 五十年内 无人超越 这话有气势 是啊 是啊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幽 独创然而替下 舍我其水呀 我说这话 咱是不是得记下呀 记下 记下 殿家 殿家 来了 各位 替下什么 我说 笔墨伺候 这个 我说你愣着干吗呀 快去呀 不瞒各位 我们掌柜的说了 咱这刚刷的墙面 不让再写写画画了 我说 这诗酒 诗酒 这都不让提诗了 谁还来你这儿喝酒啊 是是是 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 知道 知道不就结了 这也怪不得小的 我们掌柜的说 诸位要是觉得不便 就去别处吧 你这不是往来捏我们吗 小的可不敢 这都是掌柜的意思 他说 说 他说什么 掌柜的说 你们每次来 吵吵吵吵的 一坐就是大半天 还从不肯多花银子 还总在咱们墙壁上涂鸦 我们再来了客人 都不好意思往里面招呼啊 岂有此理 这是在和谁生气呢 卫掌柜啊 久违 久违啊 今日宴请一位故人 不弃在这里巧遇 这位是 顺天才子金兰心是吧 正是在下 还不快来拜见 这位就是 名满天下的活诸葛 刘伯温大人 原来是刘大人 失敬 失敬 赶紧搬把椅子 让刘大人坐下 我要拜他 对对对 不必客气 不必拘礼 不必拘礼 刘大人乃前辈高人 晚生一定要拜的 不必 不必 你我非亲非故 不必行此大礼 不必 不必 大家都认识了 刘大人年长又是文坛太斗 受他一礼还是担当得起的 拜就不必了 这就可以 这就可以了 如此晚辈 这箱有礼了 久仰 久仰 遇见就是缘分 既然大家都见过了 还不凑在一块儿 热闹热闹 刘大人如果不嫌弃 晚生还有事情要请假 请 刘大人请 刘大人请 也好 来 请 请 小二 还不快去张罗起来 既然你们凑了一桌了 那小的也没有别的什么说的了 魏掌柜 这高尖本来就是 给你留出来的 可他们一来 问也不问 就近来就给占了 你哪那么多话 还不下去忙活 是 刘大人 请 老魏啊 你算计我 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 你今儿这是一局 安排我跟金才子在这里见面 对不对啊 刘大人恕罪 刘大人亲赐莫保 在下是真心要谢 金才子听说以后 一定要和您当面讨教 小人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还被刘大人一眼识破 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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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待会儿坐吧 好好 坐 坐坐 行 坐坐坐 许久不见 您慢用 小二 来了 客官 生意不好做啊 是啊 来碗面 一盘鲜牛肉 再烫糊好酒 好嘞 这就给您上 我去 大爷您是要来点什么 来碗面汤 再上盘瓜子 面汤我们吃有 可这瓜子 可得自个掏钱哪 瞧你那样 拉了个脸子 跟谁欠你八百掉钱似的 不知道我谁啊 知道 在咱们这饭庄子里 谁不知道您呢 知道还跟我甩脸子 以后不来照顾你们生意了 我谢谢您照顾 一桌四人洗 你们八个人吃 教条的吃花酒 我们这当伙计的 连赶脚钱都没有 就这样 哪次结账您不挑点毛病啊 人家客人结账 二一天做五 到您这儿 全是三下五出二 还老是挂账 这种人啊 确实可气 我说你谁呀 也敢坐这儿 这儿是哪儿啊 怎么我就不能坐了 这是砖座 你知道吗 还我不知道 在我们应天都管 这叫窝脖子座 是砖供长随和下人们 等主子的地方 你们这儿叫什么呀 这儿叫下杠篮 坐的可都是大爷 你等谁呀 你等谁呀 我等我家先生 我等我家儿子 占我便宜是吧 有等少爷老爷先生的 哪有老子等儿子的 我儿子可不是一般的儿子 再不一般 那你也是他老子不是 哪儿来你这么个嘎啥子 算了算了 跟你也说不清楚 我去 上面汤瓜子 快点 我们掌柜的可交代过了 以后跟包的 可只管面汤 不给瓜子 瞎了你一对狗眼 就我这穿着打扮 像跟包的吗 大爷 您就多担待吧 我们掌柜的 可是烦了您这一家子吗 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出来 真以为我顺天府衙门岭就没人怎么的 热极了我 一张骗子递进去 那也得先拿了你儿子 你 天底下怎么能有这等不孝顺的儿子 自己去上面吃香喝辣 让老子在下面喝面汤嗑瓜子 这不是忤逆吗 夸词可没得客了 这位老哥 不是我说你 瞧您这身穿戴打扮 应该也是个读书人 可怎么养出这么一个不通事里的儿子 养不教 父之过呀 我说你谁呀 你敢教训我老金 瞧你这倒霉催子的馅儿 我 不过就是个唐官模样 车行垫脚丫 无罪也该杀 给点不要脸是吧 怎么这么不是好歹呢 我好心给你讲道理 你不领情就算了 怎么还骂人呢 你这死好生可恶 再不住嘴 拿张骗子送你去兵马自里长长见识 几个板子下来 叫你小子知道知道 谁是真神 是吗 你那破骗子对别人也可能管用 对于我就没那么灵光了吧 怎么 不服 想试试 我告诉你听好了 等哪天得了空 这顺天府里大大小小的衙门 小友陪你溜达一个面 看看是你破骗子管用 还是小友我嘴管用 小二上脚 得 真尖对上卖麻了 酒过三巡言归正传 刘大人诗谈其老就不必说了 金才子青年俊杰 诗灵怪才 今日相逢 自然要谈谈诗文 日后传出去也算是一段佳话 对对对 我等功逢圣会 济欲非常啊 聆听教诲 当是醍醐灌顶 想见二位登发诸玉之言 精伟之论 晚生不由心持神网了 对对 谁当深名无奈 深名无奈啊 我说各位 咱们这可越说越玄乎了 这当今诗文呢 首推宋连高启泥散之流 我呢不过是混迹其中 侥幸得名而已 刘大人您过谦了 当朝谁不知道诗文三大家呀 一晚上看来刘大人当推三家之首啊 这就更不敢当了 宋连高启各举擅长 我呢刚刚登堂还未入室 众人抛砖引玉 金才子有何见交啊 所谓三大家嘛 晚辈余见 除了刘大人 其他那两家 是完全可以不独的 这 完全可以不独的 这 这这 惊世骇俗 惊世骇俗啊 这是一语惊破长生天 独见风鼓励千年呐 对不对 看来今天咱们这场相逢 还真不是偶遇啊 金才子 你托老魏找我 来跟你一块做一做 一定是想让我 说点什么吧 说点什么呢 敢问金才子 你最属于谁的诗文 沈氏古经 只有在下 你啊 也是 也是 举目四顾皆茫茫 五百年来无文章嘛 我一开始啊 还真是以为这是少年才子的情绪宣泄 不想还真是直书兄弟的告白 真是目中无人 实敬 实敬 昔灵 昔灵啊 看来晚辈的诗大人认真读过 晚辈的诗里字字透露着我的才气和我的智慧啊 喝喝酒 喝酒 对对对 喝酒喝酒 喝酒喝酒 刘大人 刚才你们来之前 我们在一起讨论木兰瓷 方才说到哪儿了 鸡鸡 傅鸡鸡 对对 鸡鸡鸡鸡 对 屈屈也 金兄一开口便引经据定 足见胸中汗墨呀 金兄看的书我等连名字都没听过呀 敢问金才子 你平时都读点什么奇书呢 奇书嘛 这说出来就不起了 对对对对 都是家里祖传的秘籍 不便爱些 嘿嘿嘿 连书名也保密 呃 呃 呃 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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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再赢 再赢 呃 晚生 就常翻看一下 连生 龟宋 说起来 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 哎呀 金才子 你 你这还不够特别呀 啊 这有什么特别的 家里传下来的嘛 是吧 是是是 连山出于下 归葬成于商啊 早已湮灭无闻绝技失传了 你们家藏着凉吧 敢问金才子 你们家的出身家事是 哎 刚才不是在说木兰祠吗 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那就是 对对对 记记记记 刘大人诗文大驾 你们就别在这儿 云山雾罩的瞎说了 还是聆听刘大人教诲吧 是 柳大人 这促之入诗 据我考证 除了木兰祠之外 那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呀 不知大人 以为如何 不知大人 你呀 翻翻古诗十九首 渡功不及 以促之入诗 太不新鲜了 谢大人赐教 谢大人赐教 你 你盯着我干什么 眼睛 眼睛长我身上 我爱看哪看哪管得着吗 你 我盯你怎么了 心虚啊 二位二位 和气生财 这是您的面 这是煮面的汤 这是您的酒 这是您的切牛肉 好 您慢用啊 哎呀 哎呀 香 我 啊 好酒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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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来了来了 金大爷 怎么着 打算添点什么 照他那样 烫壶好酒 再来一盘牛肉 得 一壶好酒 再来盘牛肉 得嘞 今儿我的赢得不多 等会儿一块写诈 后边听着 牛肉慢切 这可不成 瞧你那样 我也没欠你多少银子 您倒是抠口缩缩的 来我们这儿就是喝碗汤 磕盘瓜子 可架不住您那少爷敢招呼啊 他叫少爷谁啊 大诗人金兰心 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今日 刘大人能赏光赴宴 皆是我等荣幸 是是是 酒锅三巡 菜添五味 刘大人功务在身 不好耽搁太久 我提议 我们大家 共同敬刘大人一杯 也好天堂上饭 好好好 且慢 我等来此 我等来此 岂是为了口腹之夜 实乃是向刘大人讨教如何做事而来 怎么才刚刚开始 老魏就嚷嚷着要散去了 实在是扫兴 扫兴啊 好了各位 各位真是言辞其绝 高论迭出 刘某今天也是长了不少见识 下午还有公事要义 就不再奉陪了 告辞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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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慢走啊 不就是印了几本破歪诗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说话呢你 还印了几本歪诗 不懂就别瞎说 没文化 您有文化 您多有文化呀 您是大明第一文化人 我呸 也不自己撒朋友照照 我见牛夜 又惹事生非 不是小子惹事 是实在看不惯 这种势力小人 势力怎么了 那也得有势力 才势力得起来呀 你不就是个破识人的爹吗 要说起来 我也算是半个读书的主 三字经 签字文 那可都是读通了的 文章能写上两笔 诗词也能转上两句 可我怎么来这顺天府之前 就没听说过您的宝贝儿子呢 说明你狗屁不通 还是个未入流的小混混 对 说得好 既然连我这未入流的小混混 都不知道您的宝贝儿子 那人家那些入了流的读书人 肯定就更不知道了呀 瞎了你一对狗眼 不知道大才子金兰心 当朝的大国师 刘伯温刘大人 你总该知道吧 当然知道啊 怎么了 连他老人家对我儿子也佩服得紧呢 哦 是吧 那当然了 你说 不佩服他能一到这大都城 就四处打听我儿子 不佩服他能今天特地摆酒宴请我儿子 不佩服他 别 别说了 别说了 为什么不说 就要说 我就要让这两个小人知道知道 我儿子他知道 这就是刘大人啊 咱山永远不是太山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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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罪啊 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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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人 大文化人 咱俩到底是谁瞎了狗眼啊 谁的是你大呀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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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小哥 你还没给饭钱呢 爹 起来了 人都走了 你说说这行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谁拦得住你啊 回家 你丢不丢人呢你 走 他 走了 好